在场上飞一样 哇 这个速度也传进去了 中国军人潘玉成是如何一战封闪的 视频中的小伙如同子弹一般飞猪 开局就碾压了外国选手 让解说都惊为天人 真的是一个奇迹啊 他就是被称为子弹哥的潘玉成 时间回到2019年军运会 500米障碍跑作为最具挑战性的项目 对体力的消耗特别大 在部队都知道一句名言 宁跑5公里不跑障碍500米 因为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上下翻越 在身体极度缺氧的情况下应对复杂情况 这种训练正是为了应付高原作战 所以这个项目也被称为最痛苦的项目 全世界的军人都以跑进两分二十秒为重 而死刑的记录是潘玉成自己创造的两分十秒 最后一组出战的是潘玉成跟巴西选手苏卡 潘玉成能够打破自己创造的记录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比赛开始 第一个障碍后 潘玉成就直接拉开了距离 五米高栏 五步抓 高低杠 潘玉成将闲情信部 展现了淋漓尽势 一直处于领袭的他 在低桩网这个障碍上 让自己的名场面诞生 用子弹一般的速度 潘玉成飞越了多个障碍 而对手已经被远远拉开 但是比赛中 半程最大的挑战项目来了 两米五高的埃尔兰高板 在身体极限的情况下 还要冲刺翻上两米多高的板子 这简直就是折磨 虽然轻松经过高板 但是可以看出 潘玉成的速率明显降了下来 这个时候的他 几乎全靠着意志力在奔跑 而最后关头的项目 如果失误一次 那么很有可能将无缘降排 并且潘玉成还有一个弯道的优势 对 没错 进入到两米豪高当中 比赛渐进尾声 非常快 非常快 两米豪高 潘玉成用完美的动作 翻越了过去 如果继续保持零失误 那么潘玉成将会很有机会 打破纪录 有可能要突破 我们拭目以待 可能要见证又一个新的历史 但是从他苍白的面色可以看出 他的心肺已经在最大功率输出 他能打破纪录吗 还没到两分十秒 潘玉成破了 奇迹出现了两分零九秒三 矫正成绩两分零九秒四一 中国的潘玉成冲进了两分十秒 两分九秒 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潘玉成再次突破了自己 打破了七年天 自己创造了两分十秒 正如伯尔特的九秒五八 两分十秒这个成绩 在世界范围依旧认定达到了极限 但是中国军人让世界震击 而在赛场上荣耀中国的潘玉成 之前竟然退伍回家当了司机 注意看 中国女兵也能创造奇迹 破纪录有可能 两分十秒八三 作为潘玉成小师妹的卢萍萍 在军运会上展现了金国不让须美 对比子弹哥贴地飞行 卢萍萍也是神经如燕 跟他同组的中国运动员 被远远甩到了身后 他跑的步伐非常有弹性 而且这个节奏感非常强 一下吧 最好成绩要提高很多 破纪录 两分十秒 卢萍萍也刷新了 离子五百米障碍的记录 中国速度世界瞩目 男子女子共同刷新 五百米障碍世界记录 成为了军运会上不可抹灭的顺点 曾经的卢萍萍 还是双马尾可爱小女孩 但是为了训练 他剪了短发 曾经白嫩的皮肤 如今也变得有黑 但是他挺拔的身姿和赛场的风车电射 任谁见了都得夸赏一声 中华好儿女 其实入伍堪比正容 曾经的潘玉成 只是个盲蚁少年 无奈不仅将他送出了部队 于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诞生了 巴西第六十届军事五乡试竞赛 潘玉成斩获男子五百米障碍世界第一 此后更是连续五年统治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直到2018年潘玉成的退伍 在老家云南 他开起大卡车 跑起了运输 2019年武汉军运会的需要 潘玉成又被特招入 招接起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这或许就是中国力量 请不吝点赞玉成